永恒之门 第二零六一章 开整了 作者 六界三道 下次 可不能这般胡闹啊 会出人命的 余分你几条 别跟我家那口子 说我下河了 你家媳妇聪明着呢 我不说她也看得出来 夜幕降临 钓鱼二人组终是回家了 李老朽还好 大棉袄裹得是严严实实 倒是赵公子 走路时 腿脚都是僵硬的 寒意 直洗五脏六腑 有那么几瞬间 都分不清是冷还是疼 不过下河一趟 收获还是很丰硕的 这么几条大肥鱼 撑个三五日没问题 鱼 李老朽没白拿 路过家门时 给赵云取了几包草药 屈寒用的 当然 壮阳方面也有不俗的效果 娘子 一日不见 甚是想念 还没推开房门 赵公子就开始喊了 但小嘴跟抹了蜜似的 相公 女王忙慌端来了火盆 顺手还帮忙拍打鸡血 冻坏了吧 小意思啊 赵云呵呵一笑 还是加暖和 老村头又给送粮食了 那得记着 来年还人家 清贫是清贫了些 桌上也无甚美味佳肴 但晚餐很温馨 家常里短 柴米油盐 是个过日子的小两口 饭后 才是赵公子最惬意舒坦的时候 那不 贤惠的媳妇 把洗脚水都烧好了 李老朽说了 泡脚书精活络的 一处多着呢 得亏是失忆了 不然 谁有如此殊荣 当得起露天女王端洗脚水 热不热 正正好 还修不修我 这般懂事的媳妇 哪找去 赵云呵呵一笑 浑身都暖洋洋的 女王倒是没了话语 给相公洗脚时 多看了一眼盆里的水 有很多细小的水藻 李老朽说的不假 人聪明着呢 若非下河里了 哪里来的水藻 冷不冷 女王不由抽泣了一声 怎么 心疼我了 赵云笑了笑 嗯 夜里多摆几个姿势 比啥都实在 没正经 开战 禁区终是下界了 直奔了神明海 神魔得了号召 聚来了一片又一片 此番的阵仗 的确比上一回大得多 远远眺望 至尊如星辰一般 漫天都是 顶天的大神一抓一大把 要说最璀璨 最耀眼的 还是几尊至高神器 他们如太阳 将八百万里天地 都照得如若白日 神明海剧烈晃荡 漫天都闪电 如刀剑 肆意披斩 那是 天渊老神 天渊禁区禁解封了 老夫好似望见了藏海天君 这么说 藏海禁区也解封了 难得洞颤四海八荒的大场面 哪能缺了看客 不乏眼界高身者 战力且先不论 认人的本事 个个是异决 无论是当代的 还是万古前自我封印的 瞅一眼 都能把人十八倍祖宗拎个门倾 神朝威矣 寥寥四字 很多老辈都在说 且是异常笃定 神魔的阵仗太大 足能横扫世间任何一方传承 其中也包括禁区 天局纵在玄傲 总有被攻破的那日 真等天局崩塌了 等待神朝的 便是覆灭的浩劫 连一尊至高神器都没 拿什么守护那座城 要站那边来 至尊城墙上 占满了人影 满是震天的大 赫生 士气归士气 阵容的绝对压制 却如一层乌黑云雾 龙木神朝人的心境 这一战 怕是凶多吉少了 撑住 身为大管家 水神今日不比往昔 格外平静 他如算命 拿着罗盘立在山巅 静静仰望星空 虽不知仙界出了啥变故 只知称得越久于神朝越有利 因为乾坤 压制在增强 保不起哪日 乾坤的压制 就会从神明级 一路降到半神级或先王级 先王极好啊 真要城破打起来 他神朝的先王 队上被压制到先王境的准荒神 也不至于被一掌拍死 还有荒神兵 压制越强他便越弱 反观大道天局 则无太大的影响 总之一句话 死撑便好 洗干净等我 清晨 赵公子出家门时 撂下了这么一句话 看吧 年轻就是好 大雪天洗个冷水澡 夜里一阵翻云覆雨 白天又是生龙火虎 女王又气又笑 脸颊上的片片朝霞 还是那般迷人 见赵云走远 他才偷偷跑了出去 手中还拎着一把斧头 当然不是去砍人 而是去砍树 收拾些柴木 搬回家 能烧火取暖 若是能寻到野菜 那就更好了 扶唱覆随嘛 相公起早贪黑 他也不能闲着 村头拐角 赵云又撞见李老朽 正揣着手搁那跺脚 大冷天的 宁老储这座肾 赵云哈了哈手 还能干啥 等你呗 李老朽笑呵呵地凑了上来 哦 对 钓鱼 别钓鱼了 咱去山里打野猪吧 就宁老着身子骨 碰上野猪 还不得给你撞伞架了 赵云一声甘笑 我这有一张老弓 老夫气力不够 拉不动它 你试试 李 老朽的行头都备好了 递来一张大弓 外加七八只带羽毛的长剑 得有几十斤啊 赵云接过翻来覆去的打量 能见其上叼着模糊的花纹 除此 便是一颗他看不懂的骨字 说起这骨字 也真奇怪 触摸一番 便却一阵头晕目眩 失忆了啊 顿甲添字都看不出了 来 试试 李 老朽又对来了一支剑 得嘞 赵云当即弯弓搭剑 大弓很沉重 弓弦也很有劲道 他这跟媳妇上床的气力都使出来了 依旧没能拉满 年轻就是好 李 老朽喜笑颜开 走你 赵云对着天空 松开了弓弦 咻 常见冲天 直破云霄 高到看不见影子 果然是一张好弓 赵云手放在了眉梢 仰着头 极近望看天空 剑射上去了 咋不见落下来嘞 哪去了 李老朽也在看 怕不是被大鸟叼走了 有可能 骂呢 两人正说时 突文口中一声大骂 从天府看 才见一只白鹤 白鹤上坐着一老头 蓬乱的头发上 还插着一只剑 正是赵云射上来那只 得亏他躲得快 不然 正中脑门 凡人 懒得与你们一般见识 老头随意丢了剑 哼着小调 直奔了远方 我说 听没听见啥声音 赵云还在看天空 有吗 李老朽怕是耳朵不好使 还跟他漫天找剑呢 头疼得厉害 欠得章节 会尽快补上 天冷 大家注意保暖 多谢一路支持和鼓励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062章 打猎二人组 作者 六界三道 这鬼天妾 老夫眼神都不好使了 您老留点神 别走着走着 掉坑里了 大雪纷飞 钓鱼二人组 变成了打猎二人组 结伴进大山 李老朽是带路的 这地儿他很熟 郎中吗 隔三差五就会来采药 哪哪有坑他都门清 赵云是头回进来 握着铁枪 一路走一路看 这片山林不小 方圆得有几百里 多参天古墓 雪太大 到处白花一片 不知冷 还死一般的宁静 这 能有野猪 赵云嘀咕 一脸警惕 越过那座小山头 时常有野兽出没 我 李老朽指了指远方 可他话还未说完 脚下便打了滑 闪了老妖不说 还差点一头栽沟里去 得亏赵公子眼疾手快 一把又给他拽了回来 见于老头儿年纪大 腿脚不怎么好使 他找了根绳 一边拴一个 拴着好 拴着安全 就这了 行至一处 李老朽停下了 先朝四方看了一眼 这才拎出了一个小布袋 其内 是一些黑乎乎的粉末 他如田里撒种子 在一片空旷地一番挥洒 这什么东西啊 赵云哈了哈手 凑了上来 平日里倒固的药粉 能吸引野兽 李老朽笑道 我以为 您老 还是算一挂最靠谱 老夫已借挂 往后 再不云人算命 为啥 想多活几年 李老朽说的一本正经 兢兢业业的撒药粉 赵云听得干咳 倒是忘了 上一回算命 这老头儿 险些把资格算走了 在床上 躺了大半月呢 正所谓 一年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他这是有阴影了呀 得嘞 李老朽招呼了赵云 躲在了一座岩石后面 接下来 就是等 野兽会嗅着气味过来的 野俩倒不傻 一左一右揣着手 挤着做暖和吗 这大功有意思 赵云百无聊赖 又在看老公上面刻的古字 先前是触摸旋韵 而今 多看极眼也犯迷糊 他开始相信 这老头的祖上 或许真出过仙人 往事可记起一些了 李老朽问道 至今一片空白 赵公子哀声又叹气 医书有言 失忆的人会经常做梦 你可有过 正想问您老 我这时常梦见一片白菜园 是啥寓意 你失忆前 应该是一个养猪的 李老朽说话时 又一副高深莫测的神态 嗯 野猪也是猪 赵云说着 还探头朝空旷的看了看 老天爷啊 开开眼吧 给来一头大肥猪吧 女王 浩瀚的星空 露天神降如一只幽灵 神出鬼没 她是个忠心的神将 已孜孜不倦地找主人好些天了 然 女王仿佛人间蒸发了 推眼都寻不到痕迹 也或者 是她道横太低 破不了女王的时空遮掩 哪去了 露天神将打着哈欠 找人找的一阵头大 头大的不止她一个 老乌龟此刻也惆怅呢 要不咋说她俩有缘呢 找着找着 就撞上了 你个小王八 哪里跑 露天神将气不打一处来 若非这只死乌龟 女王会走散 怨她 就怨她 打我算何本事 有种去干脏 嗨 老乌龟火气也不小 若非这丝插一脚 她跟赵云保不齐 在哪潇洒呢 今日不顿了你 老子跟你兴 露天神将无甚废话 轮刀便砍 她已计划好了 待收射这王八糕子 便去藏海闹一场 偷家吗 她也是专业的 没别的 就是复仇 她露天一脉之所以覆灭 藏海便是罪魁祸首 老头儿 醒着呢 你说的也猪嘞 天冷 可能在家睡觉 冰冷的大山中 赵云与李老朽已成俩雪人 说好的打猎 可言瞅着太阳都快落山了 莫说野猪 连一颗白菜都没见 冻得他俩都快升天了 再等等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李老朽说道 回家有豆腐吃 赵云甩了甩脑袋 满头都是雪 媳妇又跑不了 急傻 我怕她急 噓 正说间 不远处传来了稀疏的声响 两人炖得来精神 偷偷摸摸的叹了头 入目 便见一只兔子 正在空旷地上嗅来嗅去 两人嘴角接一扯 等了一天 就等了这么个小玩意 有总比没有墙 炖一锅汤 也是香喷喷的 赵公子小心翼翼作证 完事便弯弓搭箭 李老朽则凭了呼吸 瞄准了 一件妥妥的料到 不好 有杀妾 若是兔子会说话 定有这么一句 不等赵公子大展神威 他扭头就跑了 撒鸭子跑得比兔子还快 哦不对 他本来就是一只兔子 哪跑 赵云当即跳 了出来 弯弓便是一箭 奈何 兔子会拐弯 轻轻松松避过了 也正因他会拐弯 才没怎么杀住车 咔撞树上了 该是用力太猛 他这一撞 直接隔屁了 这 赵云和李老朽追来时 满脸的尴尬 他们是进山打猎好吧 好歹尊重一下他们的职业啊 也算有收获 李老朽呵呵一笑 明日再来 赵云还想着打野猪呢 归途 又是两排模糊的脚印 雪太大 放眼望去哪有人影啊 一只兔子两人分 也没多少 日子一样清苦 李老朽心善 到家门时 又给赵云拿了驱寒的草药 倒是赵公子回家时 墙角多了一大堆的干柴 他也聪明啊 无需问 便知媳妇偷偷去砍树了 家里有我 莫再出去 全当活动活动筋骨了 赵公子板起脸的神态 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女王则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生怕大人们责骂 没记忆不要紧 有人给他们记录着呢 盖世的女王温柔贤 小鸟一人的姿态 那是别有一番韵味 大冷天的 泡个澡 还是很惬意的 两个人一块泡 不止惬意 还很香艳 这尺寸 仙界制裁者 私下比过不止一回 比来比去 还是女王的更挺拔 看得她都想摸两下了 大姐 下界又来呼唤 乃凡间主宰 说 林之化 吞下了衣衫 也想泡个澡 咋样才能捞好处 凡间制裁者 呵呵一笑 碰瓷儿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二零六三章 上路了 作者 六界三道 打猎 打野猪 赵公子好似着了魔 天还未亮 便出了家门 李老朽也一样 打老远便见他在村头揣手等着 说着了魔 也并不确切 人活着 总得吃饭啊 真等饿到前胸贴后背 纵然有野猪 怕也打不动了 不晓得 今日还有没有兔子撞树 瞧你这点出现 咱是来打野猪的 每日有只兔子 也还行 赵云笑了笑 哪有猪肉香 炖一锅饱饱的 李老朽道 要我说 您老 还是再算一挂吧 看看这场灾 还有多久才过去 赵云又拿了一根绳子 一边捆一个 罢了 老夫今日破个例 李老朽停了 从怀里掏了几枚铜钱 见他双手包着铜钱 刀刀咕咕一直晃 赵公子也不懂 就搁那看着 直至李老朽手掌摊开 铜钱洒落在地 他才凑了上来 小声问了一句 如何 上阵下坎 两阴三阳 能不能说点 我能听懂的 从挂相看 至少得三五月 李老朽叹道 这 是不准备让人活了呀 赵云仰头天空 已然有一种骂娘的冲动 老天爷还真探娘的会开玩笑 真来三五月大雪 别说打猎 村子都能给你埋了 天无绝人之路 李老朽收了铜钱 填饱肚子再说 赵云麻溜跟了上去 还是那片空地 也还是那座岩石 爷俩又揣手作纳了 可不能睡 睡了就醒不来了 您老的酒呢 别藏着了呗 该是天太冷 也或雪太大 两人时常犯迷糊 如此刻 两人的眼就眯了又眯 就差来个美梦 大雪不解忆 没完没了的下 若是不走进去看的话 都不知那还有两个人 等野猪等的都快瞌睡了 咯咯咯 莫的 有笑声响起 听音色 像的小娃娃 猪 赵公子和李老朽祸的精神 第一时间望向空地 然 空地还是空地 野猪的没有 鹅毛大雪多的是 他奶奶的 魔正了 竟想猪肉了 两人甩了甩脑袋 又都望向了天空 是孩子的笑声 好像是从天上传来的 您老可听见了 赵云小声问道 谁家的娃在笑 李老朽哈了哈手 看 不止他俩在看 神仙们此刻也都在望看 笑声来的突兀 如魔咒在宇宙响彻 回之不去 为此 神明海震天动地的轰隆声 还因之停歇了 哪来的笑声 五大禁区之主皆仰谋 神木近乎微靡呈现 还有漫天神魔和神朝之人 也各个眉宇微咒 可惜 一番推演和追踪 没人能讲出个所以然 哪声哪气的笑声 来得快去的也快 世人意犹未尽 好一会儿没反应过来 战乱之年 砸尽出些个诡异邪乎的事 打 沉寂之后 神明海的爆喝声打破了沉寂 五大禁区之主以自天收谋 又挥剑摇指神朝 动静自不必说 大到难以想象 连观战的大神都心颤不已 瞧那一片片毁灭光辉 看着都他娘黄眼 就这 还频频有神红从天而降 有看热闹的 也有杀过来参战的 小场面 仙界主宰懒得看 或者说 无心理会 世人寻不到笑声的源头 他却能隐隐约约捕捉 此刻 正盯着雨外看呢 若是未听错 笑声传自小宇宙 连他都能寻到 更黄润上苍 都在极尽窥看 奈何虚妄阻阁 妄得见小宇宙 难见其内景象 指得肯定的是 其内有生灵 而且 他的道痕还不俗 无且去一关 十个万古 终是有天道出山了 直奔了雨外 荣语涉及甚广 小宇宙若有问题 就不能让他过来 真若是一个大威胁 办到将其机会 很有必要 阿帖 回家的路上 赵公子一个喷嚏 全是冰渣子 他这还算好的 李老朽整个人都粘不拉几的 眼巴巴等了一整天 猎物一个没打到 还动得够呛 明日还去步 赵云拍了拍身上的血 去 李老朽揣了揣手 还想着猪肉呢 想法好 架不住运气差 他俩凑一块 就倒霉孩子 有多倒霉呢 前前后后小半月 起早贪黑的静大山 无意不是空手而归 天冷 野兽都不咋出门了 于是乎 两人又拎起了鱼竿 跟鱼儿斗志斗勇去了 可得整点祸回去 今夜 已经每米下锅了 好歹是仙家的后裔 饿死 可就对不起老祖宗了 如这话 李老朽自作呢 已不知道到多少回了 赵公子也困啊 怕是昨夜用力太猛了 闪了老妖 困 那得醒醒神 他又脱了大棉袄 又跳进了河里 你这孩子 李老朽忙慌起身 喊半天 也没喊回那个愣头青 他也脱了棉袄 跑去找干柴 完事生了一堆篝火 良久 才见赵云冒头 丢出了一条鱼 不等李老朽说话 他又一个猛子没影了 天冷不冷且先不论 他今日 还是很有活力的 逢他出来 货鱼或瞎 总会有些收获 积少成多吗 你这该死的老天啊 这些年 白供奉你了 李老朽今日火气不小 说的尽是些有辱斯文的话 都是这大灾闹的 就想多活几年 咋就那么费劲呢 凡人骂老天爷 不常见 难得骂一回 还挺灵验的 便如降临小宇宙的那个天道 此刻就格外惆怅 多少年了 都没挨过打 前脚刚来 后脚就被揍了 看揍他者 竟是一个肉嘟嘟的小娃娃 别看他个头不高 干起仗来 凶悍着呢 比起干杖 他还有个绝活 特特别别能吃 傍晚 赵云忠是爬上了河岸 险些冻成冰棍 还好 河边有火堆 有李老朽帮忙烤衣服 年轻也不能这么糟啊 李老朽一本正经道 冻死 总比饿死强 赵公子还是这么一番话 这个夜 两人定下了个约定 一个下河抓鱼 一个在岸边生火 捕来的鱼虾 李老朽可以拿走一半 当然 不是白拿的 他是拿药草来换 三两日还好 日子久了 再好的身体 也会被冻坏 李老朽很称职 日日都会为赵云把脉 事实上 把不把脉都无所谓了 已落下病根了 若是好好养他个三五十年 兴许能痊愈 可这鬼天气 饭都吃不饱了 哪个还有闲情抑制养身体 不知从哪一日 赵公子多了半夜起床的臭毛病 每其约上茅房 实则是躲在屋外的墙角 偷偷咳嗽 实在忍不住了 还会咳上那么三两口小血 为此 女王可没少抹眼泪 如今夜 她就追着出去了 任大雪飘飞 抱着相公不撒手 哭得如个泪人 赵云也心疼啊 失忆了 媳妇还跟着受苦 娘啊 深夜里 有嚎啕大哭声 惊动了半个村子 代赵云拿着铁枪 找来时 山脚下已聚满了人影 她以为是野兽进村咬人 走近一瞧 才知是杨姥姥 歪在树下睡着了 浑身上下都是积雪 她走得很安详 梦游吗 当然不是 在场的所有人 都心知肚明 她是自个出来的 不是出来梦游 是出来上路 人老了 没几天好活了 不想成为傅磊 更不想再浪费家里的口粮 寒风凛冽 赵云跪下了 砰的一声 磕了个头 老家人菩萨心肠 平日里没少接忌 没少给她送吃的 她还欠着人家粮食呢 这 是救命的恩情 雪 还在下 满世界都是白色的 老天爷好似 在向众生传达一个消息 挨挨雪天 很适合漂白灵 也很适合办丧事 的确 杨姥姥走后 村里又有很多 迟暮的老人 在夜深人静时 拄着拐杖 迎着风雪 颤巍巍地出门 一步步地走向大山 嚎啕哭声 几日不绝 我这个老骨头 是不是也该上路了 河畔 李老朽一边烧火 一边喃喃自语 赵云爬上岸时 她正静静看远方的大山 人啊 若一步留神想开了 一切都淡然了 总会过去的 赵云放下了鱼 却捂着胸口咳嗽不止 李老朽这才回神 习惯性地抓了她的手 又是一番把脉 还是一番叹息 面前这个娃子 怕是活不过三十岁了 而且还是在温饱无忧的前提下 若依旧每日这般下水受冻 她时刻都可能倒下的 常言道 好死不如赖活着 赵云呵呵一笑 我还有些酒 今日干了吧 李老朽满目慈合 酒喝过 那就该上路了 她没往外走 想死在家里 长眠的药 早已备好 可走得没那么痛苦 她是想走的 却没走成 因为有人找她看病 赵云没倒下 女王倒下了 不知怎的就晕倒了 我是个郎中 李老朽拿了拐杖 又强撑着起来了 床上 女王静静躺着 脸颊苍白不堪 赵云的脸更苍白 连呼吸都是急促的 没病啊 李老朽后脉两酒 才嘀咕了一声 有病好治 没病 很让郎中犯难的 如何 赵云焦急的问道 身子太虚 我且去拿几副药 李老朽留下一话 又揣着手走了 要绝对是好药 女王第二天就起来了 只不过是扶着抢走的 而且是一日不如一日 乃至开个房门 都变得异常吃力 晕倒的状况 时有发生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064章 一路向东 作者 六界三道 扑通 大雪天下和抓鱼 赵云已习惯了冰王 李老朽也在 正在火堆旁 摆弄他那几枚铜钱 一次次放在手心摇晃 一次次抛洒在地上 完了 就是一阵嘀嘀咕咕 破戒了 算命貌似就不怎么灵验了 挂象乱七八糟 像急了他这寥寥草草的一声 他也不知 老天爷为何如此狠心 看不得世间烟火 非要整得这般民不聊生 水花生起 赵云爬上了岸 李老朽收了铜钱 将其扶到了火堆前 这次 他未再给赵云把脉 也没再劝阻 把脉也无用 劝也劝不住 正如他先前望看大山时 人一旦想开了 一切都淡然了 与你拿走 再给我妻子开几副药 赵云浑身都在颤 连嘴边的血字 都染上了冰雾 李老朽没说话 只给赵云披上了棉袄 颤巍巍地走了 这一日 天道回归 却是坐在飘渺 一语不发 仲上仓都纳闷 这出去了一趟 咋还得整一语了 问半天 啥也不说 就搁那揣着手 掏刀咕咕 天道如此 哪还有半分威严 太上一声冷哼 转身消失不见 他也出山了 要去小宇宙一探究竟 雨之一道的 还有苍天 主要是好奇 相公 女王醒来时 呼唤了一声 良久 都不见回应 倒是忘了 相公没在家 他撑着身子下了床 却是一步没走稳 摔倒了 扶着桌子爬起时 正见静忠的自己 病了一场 竟多了几缕白发 他望向了窗外 隔着缝隙看大山 相公说 山中的雪景很美 杨姥姥去看过 村里很多老人 都去看过 他也想去看看 可惜 他没那份气力了 大雪纷飞 他衣衫单薄 独自一人 坐在了家门口 冷 是一种解脱 睡去就不冷了 你疯了 这 是相公第一次吼他 他吓坏了 哭都不敢出声 有我呢 赵云缓和的语气 比炭火还温暖 你把我修了吧 女王的低语 是无力的抽气 别说傻话 这场雪 下得妙啊 深夜里 林志华单手拖着脸颊 静静看山村 凡人间的一场大灾 怕是要干掉两个绝带狠人 天地同寿就这点不好 化繁石葬身 也算命数终结 他为插手 并非怕上仓制裁 而是想看看 那个姓赵的人才 此番是否还能缔造神话 同样的绝望 是否还能燃起希望的火花 不知哪日 女王的发 全白了 便如窗外的雪 自这一夜 他在位起来 有那份心气 却无奈般气力 连给丈夫倒碗水 都成了可怜的奢望 救救他 门外 赵云满怀悉悸地看着李老朽 李老朽不语 只无奈地摇头 医书上面的疑难杂症 他看过很多很多 可这家媳妇的病 他着实没见过 因为根本就没病 至少脉搏是没问题的 谁能救他 赵云死死盯着李老朽 先 李老朽沉默良久 才吐这么个字 哪里有仙 赵云忙慌问道 李老朽抬了手 咬指了东方 听祖上说 大海的深处 有一座仙岛 里面 就住着一位老神仙 一直往东走 老祖宗是这么说的 多谢 赵云涣散的双眼 又闪烁了目光 他拿着铁锹 匆匆出了门 直奔了冰冻的长河 带李老朽追来 他已跳入水中 又下河抓鱼去了 往后几日 他皆是如此 俨然以不吝啬生命 李老朽没劝 好似知道赵云的想法 这年轻人 是要攒口粮 带着媳妇出远门啊 也便是他口中的仙岛 只要找到那位老神仙 便能治好他妻子 愿望 通常是美好的 现实 应该是残酷的 因为 那只是一个传说 有无仙岛 岛中有无老神仙 谁都不知道 即便是有 凭这娃子的身体 也未必能走到 那会是一条很远很远的路 罢了 李老朽回家了 大半夜翻箱倒柜 寻出了一件女子的衣裳 面料不错 薄如缠意 且映着心灰 使而闪烁光泽 这 是他太祖奶奶传下来的 听说 他是一件仙人开过光的衣裳 穿在身上 可抵御严寒 祖传之物 他本想烧到坟里去的 如今想想 入土为安前做一件善事 也算为祖上积德了 送给那娃子的媳妇 应该能派上用场 多谢 赵云接过衣裳时 感激不尽 这也送你了 李老朽递过来一个包袱 有不少草药 驱寒用的 除此 便是那张老麦的大功 海上 保不齐有野兽 防身呗 李老朽走了 临走前 还塞给了赵云两颗药丸 撑不住时 吃了它 药丸不治病 却能让人长眠 长眠好啊 不用在世间受苦 这个夜 没有鸳鸯欲 大木桶中 水气腾腾 只女王一个 水是赵公子烧的 往后很多天 都泡不得早了 相公 我想死在家里 女王买手垂谋 有我在 不会让你死 赵云温情一笑 仙衣 穿在女王身上 还是很合身的 白衣白发 她像得下凡的仙女 反倒是赵公子 也不知是每日忙碌 还是经了太多风雪 咋看都像得操汉子 面黄鸡兽的那种 俩人站一块 咋看 都有点不般配了 清晨 赵云背上了长弓和口粮 将女王抱上了推车 铺了厚厚的被褥 盖得严严实实 迎着风雪出了门 门外 有人等待 是老村头 手中还提了大半袋粮食 是挨家挨户凑来的 娃子 路上当心 老村头笑得温和 此恩 永世难忘 赵云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宗大礼 他走了 推着车去找仙导了 没有地图 只有方向 一路朝东走 冰面便是他们的路 是说啊 你们都跑哪去了 大半夜的 净听水神歌那怅然了 这都开战一月了 也不见赵云归来 倒是敌对的至尊 越聚越多 怕是神界能排上名号的传承 基本都来了 或看戏 或参战 整得好不热闹 谁有神法 来一场呗 元神打了个哈欠 没人搭理他 城中唯一的一只猴 咋也拴不住 至于神法 神朝有的是 不少卡在半神巅峰的老辈 都能强行冲击神境 都能引来天劫 但 他们不是赵云 想拉漫天神墨一块肚结 压根没那抵御 即便是赵云 撞上这场面 也不敢轻易拿天劫坑人 要知道 对方有至高神器的 五大荒神兵联合一击 无论谁肚结 都能强行击杀 除非 赵云也有至高神器护体 老夫掐指一算 那或再憋大招 混天魔王揣着手 一话语重心长 敌对这般大动静 都不见姓赵的冒头 必有不凡的算计 还有月神和地仙 也杳无音讯 能说去逛街买年货了 所以说 淡定 大招的没有 赵仙岛的凡人 倒是有一个 二二赵公子兢兢业业 正在冰冻的海上 迎着风雪前行 身后 已望不见小山村 一眼看去 全是鹅毛大雪 整个世界 都摆得无半分污浊 相公 冷不冷 女王的话 微弱的几乎听不到 没有再被窝搂着你暖和 赵云一笑 好似有用不完的力气 慢慢路途 她须有一口气撑着不倒 神朝之主是坚挺 老乌龟撑不住了 露天神将谋足了劲儿 终是把她撂倒了 这不 月色正好 铁锅已架上 顿王八汤 老夫好歹是一尊神 杀了着实可惜 咱俩可怜蒙 去藏海闹一场 五花大绑 绑不住老乌龟的嘴 你这般修为 不适合上神剑 适合下锅 露天神将带着脑子呢 根本不听她瞎咧咧 王八汤多薄啊 今日谁说都没用 必须炖了 赵云 你大爷的 将要下锅 老乌龟只剩骂娘的念头了 贼船 真不能随便上 特别是姓赵的 骂娘 关键时刻 还是有些用处的 赵公子没来 无妨的 来了一口大鼎 当夜 露天神将的锅 就被砸了得稀巴烂 夕阳夕下 赵云停了脚步 拿了干粮 这里没有床 没有火 只有相微相依的小两口 披着被子看晚霞 冷室冷了点 不妨挨浪漫 至少 在仙界主宰看来 那一幕很温馨 很安逸 相公 我做了梦了 梦见啥了 梦见我们有孩子了 晚霞很美 日出也是一样的梦幻 伴着晨光 赵云又顶着风雪上路了 其后许多时日 他都是这般过来的 夜里休息 白天赶路 时而还会停下 趁妻子睡着 偷偷凿个冰冻 下海抓几条鱼 骨子也好 生鱼也罢 能吃就行 他坚信 新城泽灵 一定能寻到那座仙道 新城 不代表运气就会好 当夜 他们便遭了一场暴雪 晚霞有多美 狂蜂就有多肆虐 仙界主宰是忠实的看客 是眼见推车被刮翻的 车轮都飞出去了 还有草药 口粮 被褥 都被狂蜂 搅了个干干净净 就剩两个半死不活的人 著书有朱天 莫同 生日快乐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065章 别动 作者 六界三道 老天爷好似喜欢干净 或是爱极了洁白 将八百万里天地 都造得白蒙蒙一片 乃至苍茫世界 只剩大雪在飘飞 此刻 他正竭力抹掉最后一丝污浊 以求完美 而赵云 便是那最后一丝污浊 因为他与这世界的颜色 格格不入 身后的脚印 抹掉一串 还有两行 一路向东 狂蜂暴雪 挡不住他的脚步 没了推车 还有几倍 背着妻子一样能走 撑住 我们快到了 这话 他每日都在说 不只是筐媳妇 也是在骗自己 时间久了 一不留神 还会出现一些个幻觉 如此 仿佛又望见一座仙岛 藏在风雪深处 然 老天爷静 跟他开玩笑 貌似见天都在耍人 任他如何追寻 就是触不到那片美妙 而温暖的幻景 相公 放下我吧 女王低语声微弱 又说傻话 赵云阴色沙哑 步伐坚韧 风雪不解忆 四看部的情缘 呼呼个没完 看着都冷 仙界主宰揣手的姿势 还是很标准的 烦人啊 终日走在冰天雪地 且是三天两头的下水 非但没冻死 还这般坚挺 爱情的力量好神奇啊 看过雪天 他又穷尽目利看雨外 也不知两天到在小宇宙捣过啥呢 自他俩进去 火光一片便是接一片 宛如过年时放烟花 岔子烟红 莫说其他几位上仓 连他都想过去瞧瞧了 是他 就是他 莫的一声扎唬 惊得各界主宰 都一阵尿颤 林之画自语外收谋 掀了掀睫毛 望看虚无 上仓是有多无聊 吐得来这么一嗓子 吓死个人 时间久了 他才翘眉微平 总觉有个东西来了先见 可他一眼俯瞰 却是寻不到踪迹 就隐约听见哥哥的笑声 也不知谁家的娃娃 乃声乃气 说娃娃 他还真就来了 光着个小屁股 绕着他来回转 时而 还如一个喀巴狗 在竹林中嗅来嗅去 这是个啥 林之画美眸微眯 看了两久 他也没看出个所以然 只因 这娃娃没有痕迹 好似不存于现实 偏偏 就是这么个小东西 在扰大乾坤 说扰 并不确切 应该是大乾坤 在底齐让道 这就牛逼了 无情的上苍 何时变得这般好说话了 别动 虚无 有威严的话语传下 只他一人听得见 得亏上苍说得早 再晚一秒 他就准备把那小家伙 抓来研究研究了 还是投回见这么个品种 好奇 呜呜呜呜 不知为何 小娃娃哭了 满脸泪花 哭着走了 灵之化能感觉到 他又出了宇宙 消失在了雨外 呼 天道松气的声音 听着很昏沉 如释重负 他们也不知 那是个啥玩意儿 只知 打不过 嗨嗨 今日的赵云 状态不咋好 一路都在咳嗽 女王也好不到哪去 涣散的美眸 暗淡无光 走偏了 仙界制裁者一声轻语 又成了一个凡尘看客 所谓走偏了 是那一路向东 走着走着 就朝北去了 也对 满世界都是白花花一片 凡人能分清方向才怪 事实上 分清与否 都无甚区别 撑不到那个时候 不过半日 赵云便停了 轻轻放下了妻子 该是雪太大的 她的眼眸 也涣散到了模糊 别去 女王话语声微弱不堪 也是极尽的哀求 紧拽着她的衣袖不撒手 好似知道她要去干啥 小意思 赵云呵呵一笑 拿着她那破旧的铁锹走开了 不远处 她扒开了一片血 吃力地凿起了盐冰 还是一个冰窟窿 她凿了足两个时辰 累到吐血 等我 赵云回头笑了笑 噗通一声跳了进去 良久 都不见她冒头 水面也平静地吓人 主宰说的不假 爱情的力量 是神奇的 便如女王 此刻就好似 有了力气 在风雪中 匍匐前行 直至冰窟窿的边缘 她才停下 无力地呼唤 没人回应 她好似能看见鱼儿 却看不见相公 也该散了 仙界主宰难难一语 天地同寿有实现的 还有这么持久 倒是忘了 露天女王 不是这个时代的 涉及了禁忌 就不能按常理算了 瞧那日月的印记 哪有要退去的前兆 再来个三五月 也很正常 花花 赵云忠实冒头了 奈何运气不咋好 就捉了之虾 有虾就不错了 就她这身子骨 追鱼就是个奢望了 怎跑这来了 她笑得疲惫 上来 女王抓了赵云 得手 我 就不上去了吧 赵云温情一笑 那是一如既往的疼媳妇 说话时 还不忘 把瞎塞到妻子口中 上来 还是这二字 忍女王在竭力 还是若到听不见 天是有多寒冷 她眼角的泪花 都化成了冰雨霜 第一次 赵云无力失去妻子脸上的泪光 她的最后一份力 已在水中耗尽 寒冷与病魔 正将她吞噬 若有来生 还嫁不嫁我 赵云沙哑一笑 嫁 女王泪眼婆娑 一字好似 用尽了所有力气 如此 来世我还娶你 赵云笑中有温情 但眸中 却缓缓散了目光 撑不住了 她那扒着冰面的手 终是无力地滑了下去 冰雕般的躯体 也在这一瞬 慢慢跌入水中 女王泪流满面 却是虚弱到 连一声相公都喊不出了 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她 一寸一寸地沉向冰冷的海底 就像褪去的时光 渐渐化作永恒的回忆 晚霞 还是那般梦幻 带着几分凄楚 没人再看她了 女王也已静静地睡去了 嗯 天边有一道鲜红滑过 定眼一瞅 才知是个道姑 见女王她偏然而下 神色还颇多差异 这茫茫大海 竟还有凡人 竟然没有冻死 看过才知 这小女娃穿着一件仙衣 虽是最低级的 却足够抵御严寒 她还有一口气 皆拜她所赐 可怜的孩子 道姑心善 将女王收入了云团 踏天而去 雪 依旧在下 一次又一次地掩盖那个冰窟窿 好似要将沉入海底的那个人 彻彻底底的冰封才算完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066章 太语 作者 六界三道 海中仙岛 人间净土 这里 虽谈不上四季如春 却总比外界的冰天雪地暖和得多 至少 沉睡中的女王 未在瑟瑟发抖 她 睡得并不安详 自卑带回 好似一直在做噩梦 眼角的泪痕 从未风干过 淒美地让人心疼 道姑自也在 修为不见得有多高 却气质出尘 除她 还有一个糟老头 曾以那鸡窝式的头发 接过赵云一剑 懒得与凡人一般见识 却还是与凡人扯上了因果 师妹 这娃子瞅着面熟啊 糟老头悠悠道 逢见美女 你看哪个不面熟 道姑斜了一眼 不可否认 我是有些脸盲 糟老头意味深长道 道姑未在理会 只专心看女王眉心的月牙蜜文 糟老头虽不咋靠谱 但也在看 一边看一边查古书 相公 别丢下我 赵云 别让我再看见你 两人研究时 女王又梦意 又 为什么说又 因为做噩梦的她 很长一段时间 就没消停过 梦话一句接一句 这 不是重点 重点是 她梦意时的神态 如同变戏法 时而七处 时而绿色 时而温柔 时而幽怨 整的道姑和糟老头 都颇为好奇 这娃子 究竟做了个啥梦 八十集电视连续剧 五 与之甚是有缘 糟老头 一语深沉 所以呢 道姑说着 给女王喂了一颗丹药 所以 她很适合做我的图 糟老头咧嘴一笑 滚 好嘞 岛外的鹅毛大雪 还是那般洁白 苍茫的大海 也还是那般朦朦胧胧 若有文人骚客在此 见这景象 定会生出一番作诗的意境来 啊 大海啊 全是水 冬天啊 不咋美 美不美且先不论 这片海 是真的深不见底 如赵公子 自被海水吞没 就一直往下沉 三两日都不见落地 倒是鱼儿 游来了一片又一片 好奇的看着这个异类 不知为啥 身上总时不时的发光 不用遭雷劈 挺好 灵之画单手拖着脸颊 依旧是忠实的坎坷 他并非无情之人 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 为此 遭雷劈的觉悟都有了 可那个姓赵的人才 貌似不用他救 因为根本就没死 或者说 是没死透 遁甲天字 是个好东西 有属神字遁甲 最是谎言 那不 郑哥那闪亮亮呢 就是他 偷了赵云一缕魂 也是他 大半夜不睡觉 兢兢夜夜的秀才艺 所谓秀才艺 是赋予了赵云 一层奇异的光辉 夜里的光泽 不止这一道 看白花花的那冰天雪地 也有一处在闪光 任大雪纷飞 就是压不住 定眼一瞅 才知是李老朽祖上传下的大功 昔日 赵云背着他入海 因遭暴风雪而遗落 如今 刻于其上的顿甲天字 这会儿闪闪发亮 泛光辉倒也没啥 他竟自行飞起了 迎着风雪 在空中转了一圈 便飞向了赵云那片海域 哐当一声 砸穿了冰面 如一道神光 落入了赵云体内 他这一进去不打紧 赵云瞬间焕发了生机 好一把太语弓 林之画喃喃一语 颇想伸手摸一摸 至高神器啊 即便气灵已灭 也是货真价实的荒神兵 也不知哪个人才嫌的蛋疼 一个顿甲天字封入尘埃 掩去了他所有的光辉 沉寂于世间 不错 仙界主宰一笑 他是初心不改 还在等天地同寿散去 神朝之主和露天女王相爱相杀的画面 该是很逗了 保不齐 打着打着 就打成一家人了 这一日 太尚与苍天自语外归来 该是被打郁闷了 两人自归来后 便坐于苍庙 皆是一语不发 指食而垂眸 俯瞰人世间 更准确说 是在看一个叫赵云的人 原因与那小娃娃干仗时 他们从小娃身上 望见了赵云的背影 除了赵云 还有另一人 奈何惊鸿一现 没怎么看清 他是个不祥之人 良久 才闻太上言语 哦 仲天道都来了兴趣 就等某人瞎咧咧了 他乃天外天的孽根 若任其成长 迟早会吞噬一切 你口中的天外天 是指 永恒的国度 神之起源地 海上的晚霞 还是那般如梦似幻 如此美景 没人观赏 着实的可惜 于是或 赵公子又从海里面爬了出来 鬼道密文还在 他依旧是凡人 但他不再惧怕冰冷 哪怕光着脚走在风雪中 也不觉半分寒意 冷是不冷了 可他变 得不怎么正常了 看其神色 颇显木讷 双目也空洞 自爬出来 就没说过一句话 俨然就如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一步步摇摇晃晃 漫无边际地走在海面上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啊 灵芝画轻语 看过赵云 便望向了另一方 那边 也有一个人 也如赵云 神志不清 乃地仙 白衣雪发 跌跌撞撞地走在沙漠中 说沙漠 并不缺陷 那是一个仙凡裂痕 灵芝画之缘由 因为她是那一战的见证者 仙庭女军对露天女王 绝对是一场毁天灭地的对决 一个被打得烦老还童 一个责伤的灵芝溃 不同的是 露天女王运气好一些 撞见了赵云 其后之事 也不知是劫还是造化 简不断理还乱 所以说 这家子很有意思 待天地同寿散去 若赵云真给女王领家去 她跟地仙 不得天天干仗啊 我是谁 风雪中 赵云终是说话了 一语沙哑不堪 没人回应 但这寥寥三字 一路都与之相伴 神字顿甲还在闪光 每闪烁一次 太宇宫便会颤动 时间久了 还给赵云 添了那么一种无上的气韵 不过 气韵来得快去得也快 并非消失了 是融入了她体内 她依旧神志不清 亦是浑浑噩噩 试魂出了问题 毕竟 还在化繁中 事儿不大 带鬼到密闻解锁 一切都能恢复正常的 就是在此期间 活着的状态 有点小尴尬罢了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067章 找 作者 六界三道 仙岛的夜 祥和而宁静 宁静中 却有一声声滴吟 女王又做噩梦了 眼角躺满了泪花 月光皎洁 有一抹 撒在了她的脸颊上 下一秒 她缓缓开眸 许是睡得太久 意识不清明 乃至好一会儿都不见动弹 就那般正正望着房梁 醒了 守在床边的道姑 微微一笑 女王下意识侧眸 满目的茫然 这是哪 东海仙岛 带天局破碎 定教等生不如死 要战便来 怕你不成 垂死你压的 打仗嘛 总有脾气不好的 不爽就会好凉嗓子 是所谓骂战 神明海就是这般光景 不只有电闪雷鸣 还颇多骂娘声 宜内宜外 俨然已对骂了大半夜 场外看客都在打哈欠 对此境况早已习惯 骂归骂 功法基本未停歇过 轰声震耳欲聋 总觉缺点什么 眼界高深的老辈 多在屡胡须 缺什么呢 缺一个叫赵云的人才 至尊城都被堵着门打好几月了 也不见他冒头 想想上次神魔大战 那获整的多少热闹 带着肉票 满世界的遛狗 此番 竟特么演气息鼓了 怕了 定不是 纳斯是个疯子 连荒神兵都敢硬撞 他会怕 所以说 事出反常必有妖 保不齐再酝酿大招 老那夜观天象 再有一日 神朝必破 佛尊又叨叨了 如这话 每日必有一回 他这一叨叨不得了 漫天的功法竟都停了 包括禁去之主在内 漫天神魔都下意识仰了头 仰头看苍庙 还有神朝的强者 以及神明海外的看客 也都是这般举动 不怪他们如此 只因乾坤压制 在前一瞬间又变了 竟真从神明级降到了半神级 乃至漫天的至尊 都被集体压到了半神境 看吧 事不大 本是着急上火的大管家水神 顿得气定神闲 神朝众神也露了笑意 此番降级来的恰到好处 该死 禁区之主皆冷哼 漫天神魔的脸色也极难看 上仓是拿他们寻开心吗 打仗呢 多好的局面 至多半月 必能轰破大道天局 在这么个结果哑上 非要给他们添堵 乾坤的压制降到半神级不要紧 再想破大道天局 那就不是一般的费劲了 大 先尊赫生震天 第一个催动了至高神气 其他禁区之主也气血生疼 皆负苏荒神兵 统帅如此 众神哪敢懈怠 或者说都有觉悟了 必须尽快轰开天局 因为乾坤压制还在增强 搞不好 哪天就降到先王级了 届时会打得更费劲 阿帖 赵公子四染了风寒 一路都在打喷嚏 也或者是问候他的人太多 想念他了 问候与否 都不妨碍他神志不清 一如没灵魂的人 漫无边际地走 也漫无边际地问一句话 我是谁 前方 又到一片荒山野岭 他念念叨叨地走了进去 月黑风高 整个山林都乌漆漆一片 风吹过 呼呼声仿佛厉鬼哀嚎 胆小走夜路的 能给下个半死 赵云胆子可不小 压根不在意这些 神志不清吗 他本身就像个孤魂野鬼 说到鬼 林子里还真有 那不 已从黑暗飘出 是一个女子 也如照云光着脚 穿的却是烟红的嫁衣 就是披头散发的模样 很是影响他的美观 咋是个乞丐 女鬼一脸的嫌弃 又转身走了 采阳补鹰 还是找个俊朗的舒坦 可惜 他运气不咋好 逛了一圈 莫说小哥哥了 连头猪都没瞧见 倒是有一只兔子 奈何是母的 哎 乞丐 就乞丐了 好歹是个公的 女鬼又拐了回来 一阵风卷走了赵云 两人在现身 已是山洞 准确说 是一座洞府 桌椅板凳都有的 且半空中 还悬着一颗颗发光的珠子 最吓人的是墙角 堆了一句句散乱窟架 赵云神色木讷 但空洞的眸 却有光泽在闪烁 自进来便静静看墙壁 墙上挂着一幅画 画中是女子 让魂恶的她 莫得记起了一些零碎的往事 我美吗 女鬼邪媚一笑 对赵云吹了一口迷雾 美 赵云看着墙上画像 喃喃一语 想要我吗 女鬼伸了手 在赵云脸上一阵抚摸 娘子 赵云一语沙哑 看得还是那画像 讨厌 女鬼一个绚丽的转身 吞下了嫁衣 鞋躺在了床上 妖娃的身段展露无遗 对赵云勾手时 还咬了咬嘴唇 说了句让人酥麻入骨的话 小哥哥 来嘛 赵云如雕像 石刻的鹅那种 纹丝不动 女鬼察觉了不对 回眸看了一眼墙上的画 这一看 她那火气就有点压不住了 或者说 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 是 画中女子长得是漂亮 但老娘也不赖啊 衣服都脱了 姿势都给摆好了 你却搁那看一幅画 画能用 还能对两下 刮 印着星辉 有一只白鹤 驮着女王飞出了仙岛 除她 还有道姑 以及那个其貌不扬的糟老头 大半夜出来 当然不是游山玩水的 而是去找人的 人之常情嘛 谁家小媳妇丢了相公不着急啊 道姑心善 架不住哀求 这不 就出来了 至于糟老头 是专职司机 白鹤是他的 还没问你 这大冷天的 你跟相公跑海上做甚 糟老头 慵懒地打了一个哈欠 颇想回去睡个回笼觉 我病了 相公带我找仙岛 女王低语道 那悬了 她肯定冻死了 糟老头揣了揣手 道姑没说话 只挟了她一眼 你特么会不会聊天 糟老头一声干咳 专心看风景 女王则埋手垂眸 眼泪止不住地流 前辈 能不能救救那里的村民 良久 才闻她一声哽咽 语气是极尽的哀求 天寒地冻 怕是早饿死了 糟老头抠了抠耳朵 你跟死杠上了是吧 道姑狠狠瞪了她一眼 我 还没睡醒 糟老头呵呵一笑 转身飞了 难得出来一趟 做一件好事呗 她奔向了小山村 记得行善去了 呱 白鹤一声嘶叫 也想跟着主人走 道姑可不惯着她 一巴掌呼了上去 鸟耳怂起来 铺闪翅膀的姿势 还是很标准的 如白鹤 这会就忘了主人是谁了 那是指哪飞哪 还是那冰天雪地 两人从天而降 道姑还好 来之前 便已知晓结果 女王子如发了疯一般 在昔日的那个冰窟窿前 扒了又扒 一边扒 还一边声嘶力竭的呼唤 相公 哎 道姑一声叹息 问世间情味何物啊 这般冷的天 凡人是不可能活下去的 今夜带着小女娃过来 无非是了却成员 她终是轻服了衣袖 将女王送入了梦乡 顺便 还尘封了她的记忆 往后多年 都不会一起自己是谁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二零六八章 连心 作者 六界三道 啊 女子的低音与惨叫 还是有点区别的 同样是一个字 女鬼就没女王叫的好听 正所谓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她这个夜 就抓了个异类过来 明明是个凡人 却是有金光护体 还没赶上采羊补鹰 就被震了个魂飞魄散 娘子 赵云出山洞时 怀中还抱着一幅破旧的画 没错 画中是女王 也不知女鬼从哪捡来的 缘分 这就是缘分 除了有点废鬼 其他没啥 赵公子又上路了 口中叨叨的 不再是 我是谁 而是一生生娘子 逢人便问 满天下找媳妇 小山村的夜 还是那般寒冷 大雪肆意的飘飞 真如赵云昔日所言 雪不停的下 真能把村子埋了 娘 我饿 睡着就不饿了 几乎每家每户 都有这般对话 该死的雪灾 希望都变成了绝望 知呀 深夜里 李老朽开了门 颤巍巍的走向了大山 长眠的要送人了 还没存货 那就去山里看看风景 路边拐角 他撞见了老村头 已苍老不堪 两人相视一笑 没太多话 一路都相互服鞋 这山脚 两人才无力坐在了树下 各自揣着手 望看不远处的村子 在这活了大半辈子 还是头回这么认真的看 多看两眼吧 睡了就看不到了 可还有未了的心愿 老村头一语沙哑 想在死前 吃个肉包子 李老朽呵呵一笑 那就赶紧睡 做梦兴许还能赶上 老村头笑道 话落 便见天空中落下一个东西 圆圆的 不偏不已落在了两人身前 是我眼花了吗 这是个肉包子吧 俩老头又爬了起来 凑上一瞧 还真是个肉包子 天虽冷 但不妨碍这玩意儿 热气腾腾 香喷喷的 做梦的 李老朽不由甩了甩头 日有所思也有所梦 老村头说道 做梦好啊 再来一筐包子 酒 包子配酒 那滋味 俩老头越说越来劲 说着说着 还流了口水 难得他俩这般有闲情意志 雪都不好意思下了 干脆下起了包子 就是酒坛落下来时 卡在了树叉上 这 李老朽下意识仰了头 正见包子砸中面门 老村头则拄着拐杖站起了身 惊恶的看着村子 雪竟停了 积雪都退去了 还有地里稻田 已回归了原本的颜色 先前冻死的苗子 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而且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蹭蹭往上涨 没事偷着乐吧 虚空中 遭老头拍了拍手 悠哉悠哉的走了 善事一见 他得记着 万一哪年见了阎王 好说道 这是哪 我是谁 清晨 女王出房门时 满目茫然 连心 醒了 道姑笑着走了过来 连心 你乃我徒儿 吃错了药 失忆了 这是我们的家 深海中的一座仙岛 今日且 为师会带你 再重修一次道法 要不咋说是仙 编段子或许不行 编瞎话很有心得 三言两语 就给迷糊的女王 整得是明明白白 真与不真 女王都相信了 道姑不食言 真就传了道法 但 凡人修宪的第一日 她差点被惊掉下巴 奇才 这女娃是个修炼奇才 前前后后也不过半日 便入了境界 而这一步 她当年足用了十个春秋 十尊 女王收法时 伸手在道姑眼前晃了晃 道姑这才回过神 拉着徒儿便去了大殿 上苍有眼 她先门的人才了 那得白白仙辈们 女王行礼时 整个岛屿都一阵晃 祖宗排位都炸了 自这一日 道姑就没怎么下过床 徒儿每日都来请安 差点把她请走 还有糟老头子 这会儿 还跟她趴着呢 赵云 必须死 如若自斩一刀下去杀她 无等不拦着 她乃天外天的孽根 迟早会吞噬一切 左腰 乃太上的日常操作 隔三差五便浪一回 然 一个上苍代表不了天道 至少 生杀大全非她一人说了算 主要是 某人经常瞎胡咧咧 她的话 信三分就好 至于剩下的七分吗 呵呵 苍原上的夜 微风凉爽 目着星辉 赵云缓缓走过 若有人在此 见她必惊异 因为每隔一段时间 其身上便会绽放一次金光 就像元宝一般 闪闪发亮 这 还不是最诡异的 她好似数 鬼的 走着走着 就消失了 或几丈或十几丈外 又会凭空走出来 她一时混混顿顿 对此 浑然不知 日子久了 她通常一两天都不见人影 如这次 三日前 在苍原消失的不见踪迹 三日后便到了万里外的一座山谷 谷中 有潺潺流水声 她到时 正有一小老道 蹲在河边悠闲地钓鱼 她默默凑了上去 拿出了画像 大伯 可见过她 小老道瞥了一眼 没见过 多谢 赵云又抱着画像走了 带走上木桥 她身上又一次闪射金光 哎 小老道看得眉毛微调 眸中还有些许不解之色 一个凡人身上 哪来的金光 且纯粹的熠熠生辉 秘宝 小老道心中一语 放下鱼竿 麻溜追了上去 她修为不俗 是个小心谨慎的人 不敢靠太近 只远远跟在赵云身后 就怕那小娃子 是个影视高人 万一出了眉头 惹人发火 下场不要太好 这事儿 她不是没撞见过 曾有就有那么一个老不正经的 乍一看与凡人无异 可动起手来 才只是一尊大仙 那年若非她命大 若非跑得快 早被灭了 吃过一次亏 那得长个记性 于是乎 前前后后几十里 她曾不止一次试探 最终 才得以确定 这是个凡人无疑 且神志不清 这就好办了 小老道拽了拽衣袖 走路的姿势都嚣张不少 前方 赵云已坐在树下 并非累了 而是饿了 肚子咕咕直叫 连身上闪烁的光 都变得暗淡不堪了 呱 恰逢天空大鸟思鸣 她才僵硬地抬起头 肚子饿 得找东西吃 天上那只鸟就能吃 她起了身 竟一手伸入了体内 拿出了太语弓 拉动弓弦的瞬间 金光成剑 松开弓弦 则惊鸿冲天 噗 天空血光乍现 大鸟被一击洞穿 当场毙命 她死得郁闷 如似断了线的风筝 砸向深处的树林 好弓 不远处的小老道 眸光异异 麻流跟了上去 赵云未看她 已拎着大弓 奔向坠落的那只大鸟 小老道则追着她看 就盯着她手中的弓 真个不凡 有密文娟秀 有古字鸣刻 而且还闪闪发光 娃子 这能否借我瞧瞧 小老道笑道 赵云未言语 很好说话 木讷地递了过去 完了便是轰的一声响 该是小老道没咋接好 乃至大弓不慎落在了地上 砸得整个天地都一阵摇晃 连小老道都被猝不及防 震得翻跟头 倒是赵云天地摇晃的瞬间 金光护体 啥事儿没有 宝贝 好宝贝 小老道丝毫不顾狼狈的姿态 三两步凑了上来 就像一个哈巴狗 在太语宫上嗅来嗅去 带她去拿时 却没拿起来 纵气里全开 也未撼动半分 啥个材质 起码百万斤 小老道气喘吁吁 心惊不已 有静知 或者 控法的咒语 小老道心中嘀咕 思来想去 后者貌似更靠谱 连他这尊先都搬不动大功 一个凡人就更搬不动了 若是咒语控制 那就另说了 这般想着 他快走追上了赵云 饿了 嗯 那大鸟不好吃 来 爷爷给你炖肉 小老道也不管赵云愿不愿意 拉起便走 直至太语宫前 他生了篝火 真来炖肉的 赵云则如一尊石刻的雕像 坐在那一动也不动 娃子 你这大功 是不是有咒语 小老道问道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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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道听力贼好 听得真真的 怕不是咒语 他随意塞来一个碗 便凑到了太语宫前 蹲在那 小脑袋凑了上去 尽量压低了声音 喊了一声 娘子 没啥个动静 可能姿势不对 他直接趴了上去 又笑呵呵的喊了一声 娘子 哎 这回好使 太语宫闪光了 晃得他俩眼一抹黑 他这边些菜了 赵公子那边还没停 娘子二字 他叨叨咕咕 如和尚念经 这不就误会了吗 小老道不止尴尬 脸还特别黑 鉴于他心情不砸好 对赵云干了点不砸奖武德事 搜魂 此法 倒是没啥个阻碍 可搜来的记忆 却混沌一片 商量个事 小老道错了错小手 又是一脸笑呵呵 赵公子怕是真饿了 只顾埋头巴拉炖肉 我带你找娘子 这把功给我 小老道笑咪咪的 而后还补了一句 控制大功的咒语 也得传我 你知我娘子在哪 赵云抬了头 这还有假 小老道一脸信誓旦旦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069章 桃花小韵 作者 六界三道 赵公子被拐跑了 跟着小老道找媳妇去了 两人在献身 乃一片竹林 很适合修身养性 达老远 便见三个小侍女 恭恭敬敬地立在竹林中 见小老道落下 才纷纷上前行礼 见过主人 这谁啊 行过礼 撒小丫鬟 又偷偷看了赵云一眼 嗯 是个凡人 而且 好像还是个叫花子 说乞丐 那是一点不过分 瞧赵云这身扮相 那个棚头垢面胡子拉叉 无论从哪看 都不怎么扬眼 娘子 赵云又犯毛病 念念叨叨 急傻 且稍等片刻 小老道笑了笑 杏花 桃花 带她去十多十多 莫偷懒 菊花 跟我来 小老道不废话 三言两语 安排得明明白白 所谓十多十多 就是洗洗 换一件干净的衣裳 主人拿捡的乞丐 俩小丫鬟颇好奇 上下扫梁赵云 既是主人吩咐的 再嫌弃也得照做 这边 小老道则将菊花领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拿了女王画像 有鼻子有眼地指了一番 一本正经道 便成她去勾引那小子 啊 小丫鬟以为听错了 啊什么啊 敢不听话 小心一掌劈了你 从她口中套出咒语 控制那张弓的咒语 此事半成 赏你一颗仙丹 小老道恩威病师 有模有样 仙丹 小丫鬟听了 美眸顿地闪烁了光亮 便伸术嘛 她就学了这一种道法 派上用场了 哎 池塘这边 传来了俩小丫鬟的叉一声 这乞丐好好食多一番 貌似是个帅哥啊 带换一件干净的衣裳 哇 比她主人好看多了 于是乎 俩小美女一人给赵云脸庞上 印了个红唇 嘖嘖嘖 仙界主宰 正巧看见这一幕 一阵唏嘘咋舌 看吧 神朝之主即便画凡诗意 外加神志不清 也很有女人缘的 前有荒山女鬼 后有竹林小丫鬟 走哪都有桃花韵 难怪会经常梦见一片白菜园子 相比她 女王那边就一言难尽了 她是一日三拜 差点给人拜灭门了 就这了 你娘子稍后便到 小老道客客气气 将赵云领进了一间客房 为了套出咒语 她还将房间好好布置了一番 满屋子都挂满了红筹 桌子还人找两根红蜡烛 多谢老伯 赵云时而清醒 时而魂恶 这一瞬 是清醒的 独私情骂 洞房花竹 她有零零碎碎的记忆 莫忘了你我约定 小老道呵呵一笑 麻溜退了出去 藏在了窗外 菊花小丫鬟则一步走入 用的正是女王的扮相 待见赵云 小丫鬟不由愣了下 这是先前那个乞丐 原来长这么帅啊 那还勾引啥 直接洞房布箱吗 你 赵云空洞的眸 瞬间闪了光 相公 小丫鬟也是拼了 脸不红气不喘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她的神态 那个寒情默默 也那个泪眼婆娑 整得在外偷看的小老道 都不由的 竖了个大拇指 行 这演技 值一颗仙丹 娘 赵云一 与沙雅 可到嘴边 却只是喊了一半 小丫鬟听了 心里乖乖的 这货 到底是找媳妇的 还是找娘亲的 差着事呢 这可不能乱套了 乱不了 赵云虽神志不清 可自家媳妇还是认得的 至于面前这位 显然不是 感觉就不咋对的 相公 小丫鬟心疼的伸了御手 轻轻抚摸赵云脸庞 赵云也抬手 在小丫鬟眉心 不停地重复一个动作 啥动作嘞 画半圆的动作 她眉心缺个小月亮 春宵一刻值千金 小丫鬟贼自觉 三下五除二 便吞下了衣衫 有些个事儿 还是去床上聊最好 譬如那咒语 平日里 主人时常叫到他们的 英雄难过美人观 深邃的星空 还是那般浩瀚无垠 太过冷清的地方 就特别容易闹鬼 这里 就凸得冒出来一道黑影 扭曲不堪 他可不是鬼 非但不是鬼 还是个鼎天的大神 定眼一瞅 竟是邪魔天 曾拐走葬神鼎的 就是他了 露天 小小禁锢 困得住本尊 邪魔天悠悠一笑 黑袍下的面目 宛如厉鬼 笑着笑着 他又微皱了眉宇 下意识朝星空的深处 刹那之间 鼻子还耸了一下 这气息 太语功 要不咋说是鼎天大神 秀的就是准 可惜 至高神器的气息 只惊鸿一现 有意思 邪魔天眸子闪烁了光芒 直奔那边就去了 今夜 出来的真是时候 他怕是要撞大运了 啊 洞房里若传出杀猪似的惨叫 还是很瘆人的 菊花小丫鬟演技不差 但他的运气 不怎么好 前脚刚脱了衣裳 还不等那啥 便撞了照云金光护体 好吗 整个人都飞出去了 在小老道的目送下 扑通一声 砸到了池塘里 直接伤筋动骨 这祸 怕不是经常打媳妇 小老道深吸了一口气 捏胡子的动作很标准 得亏还没上床 这若上了床 还不得出人命啊 所以说 坐在那聊聊天可以 千万不能深入交流 有有有 咱还有 见赵云魂恶的出来 小老道又给人堵了回去 吃了一次亏 他寻出门道了 赶脚就把杏花喊来了 千叮宁万嘱咐 别太靠近那小子 他六亲不认的 杏花乖巧可人 也聪明伶俐 特别听主人的话 听不听话 都不妨碍他空中飘移 聊天就不用飞了 后面的桃花小丫鬟 比他飞得更高 多少年没哭过了 他撒金叶哭得很惨 小老道捂了胸口 如吃了三五斤秤驼 堵得慌 不是找媳妇吗 哪出问题了 神志不清了 还能认出 三个小丫鬟 可都是仙啊 一个凡人能看破变身 进去三个 飞出去三个 赵云 还是一样的木猛 他又呈行尸走肉 要在魂恶中 来一场找媳妇的旅途 住几日 再住几日 小老道哪肯放 死拽着不放 就差敲门棍了 事实上 他真敲了 一棍子给赵云送入了梦乡 此夜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决定以身是法 变身术 他也会 无非变个娘们拐外抹角的套话呗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070章 呼唤 作者 六介三道 太语公 快快出来 多事之秋 有人干账 有人骂娘 邪魔天独树一掷 大半夜不睡觉 满星空的叫活 那神态 像急了一个不正经的老神棍 拿着糖果 哄骗小丫头上当 壮大运 也是要看人品的 如他 显然不是傻好鸟 运气自也跟着不咋好 没喊来太语公 却喊出一尊大神 那不 已拎着刀 从远方过来了 英勇神武 煞气滔天 定眼一看 正是露天神将 也不知 在哪做了几天火夫 整个人都灰头土脸 灿灿的眸 还有烈焰燃烧 无论从哪看 都好似三百六十度的 给世人招式了一番话 都别惹我 老子心情很不爽 他也在找人 找他家女王 到了 女王没找着 却听见有人在叫火 过来一瞧 哎呀 是邪魔天那个瘪犊子 我说今夜左眼皮总跳呢 露天神降顿的来精神 不止双眸冒火 浑身都火光冲天了 反观邪魔天 底气就略显不足了 先前 他挨过群殴的 被葬神顶伤了登基 又被露天女王一顿收拾 修为虽还在 但战力 已大不如前 自个进来 还是无抓你进来 露天神降人还未到 便丢来一面神镜 其内 有山河应线 藏着一方大世界 说白了 就是一座监狱 很适合观邪魔天的监狱 真以为你是露天女王 邪魔天冷笑 寥寥一语 倒也不失鼎天大神的逼格 然 狠话说吧 他就撒鸭子开盾了 从心 不是怂 是一种战略性撤退的精神 抓你 还用我家女王 露天神降吃笑 一步跨越了星河 随手便是一刀 刀芒横灌八万里 直接劈裂了星空 我盾 邪魔天心中一刺 又如鬼魅窜入了黑洞 然后 便闻黑暗中一声渣唬 走你 再然后 便是DUN的一声响 生似脑瓜撞钢板 带露天神降杀到 正见邪魔天跌出黑暗 头颅血呼啦一片 猙獰的面目 还带着几分猛逼 因为被干了的措手不及 对方是谁他都没看清 就见一口子大顶 正中他脑门 尸无一刀 露天神降杀智 又是刀芒纵横九天 邪魔天也是悲催的 前脚方才站稳 后脚便被劈了 强大的神区 足有半边崩裂 炸成了邪与肉泥 当真本王怕你 邪魔天暴赫 滚滚魔气席卷乾坤 任谁见了 都不觉以为 他要雄起一波 可惜 逼格已碎的人 从来都是说罪狠 话 做罪耸的事 如他 一番大放厥词后 顿走的姿势 却是溜的一逼 哪里走 露天神降跨天而来 赫声震战乾坤 邪魔天紧咬牙关 甩出了一道血色的神符 此符不简单 由鬼脸闪现 其上神闻 则是以兽缘刻画 杀伤力极强 一瞬爆开 半个星域都因之坍塌 威力如此霸道 代价也是惨烈 仅雕刻神闻所耗损的兽缘 便足万年之多 这点寿命 于鼎天大神而言 无甚大爱 但邪魔天不同 挨过地仙岁月长河的吞没 不知被削了多少寿命 万年于他而言 着实疼得厉害 嗯 露天神降投影 银空撞了个板正 邪卷的煞气 顷刻间溃灭大半 连身披的铠甲 也被毁天灭地之力 击毁了半边 盾 邪魔天得了喘息之机 拖着残躯亡命盾逃 迎面便见空间炸碎 不知从哪钻出一只王八 手中还拎着一口大鼎 那是废话一句没有 奔着他脑门 又是哐当一声 险些把他砸灭了 没错 是老乌龟 拎着的正是葬神鼎 大半夜的 谁不是在找人啊 姓赵的那货没有寻到 却撞见俩老冤家在干账 趁手就补了两刀 他这两刀补得好 惨烈的是邪魔天 一声dwin一声匡当 爽得不要不要的 我当谁呢 小王八糕子 露天神将追来了 一眼便瞧见了老乌龟 还有砸他锅的葬神鼎 难怪能重创邪魔天 那俩绝配啊 你欠我个人情 老乌龟甩下一句话 扭头不要走 留下 邪魔天咬牙切齿 前后两番吃亏 纵死 他也得拉个垫背的 一句话 老子不爽 谁也别想好过 倒转乾坤 但闻邪魔天一声吼 将顿走的老乌龟 又给拽了回来 准确说是换了个位置 恰逢露天神将挥刀而下 老乌龟挨了个板正 得亏葬神鼎坚硬 替他扛了伤害 不然也没事 玄武嘛 先天抗奏的一脉 即便没有乌龟壳子 也异常坚挺 你我联手 瓜分葬神鼎 邪魔天大鹤 好说 露天神将神勇非常 一刀便批翻了老乌龟 去你大爷的 老乌龟大骂 口念咒诀 催动了葬神鼎 迎空一击 撞得露天神将翻跟头 念 邪魔天剑缝插针 一道剑光辟的老乌龟 血骨横飞 还你一剑 老乌龟眸中闪光 闪电飞射 邪魔天又挨刀 方才重塑的神区 又被拆得七零八落 盾王八 露天神将初心不改 轰然撑开了本命异象 邪魔天虽状态不杂好 但还是掩开了一片魔徒 老乌龟半点不耸 身容荒神兵造出了漫天星辰 轰 碰 大神干仗 开战便是天崩地裂 战场即禁区 星空阴之遭殃 无数古星崩碎 无数空间坍塌 毁灭的余威 成一道道光运 一次又一次朝四海八荒冲撞 就连横跨上百星域的遥远星空 都遭了波及 月下的小竹林 祥和宁静 赵云已醒了 却被下了封印 禁足在了一座祭坛上 此刻 他不咋迷糊 正静静看天空 当然不是看星星看月亮 而是找东西 找啥呢 他自个也不知 只知被困在这座祭坛上 耳畔便一直有声音响彻 像是呼唤 也像是求救 太语太语 正是这四字 古老幽远 也沙哑不堪 看啥呢 三个小丫鬟也在 也都养着小脸蛋 漫天看星空 这小哥哥也真有趣 都神志不清了 还有闲情意志赏风景 另外 以身是法的小老道 终是登场了 为了得那个宝贝 老脸都不要了 爷们毕竟是爷们 伴娘们 总会带些个沙雕的气质 给女王的形象 毁得一塌糊涂 咋办 我想you 桃花小丫鬟看了一眼 不自觉地摸了摸小胸脯 身侧的杏花和菊花 也表情怪异 颇有开吐的冲动 主人真个节操清奇 为了拐人宝贝 真难为他老人嫁了 相公 小老道 眸中梨花带雨 寒情默默 赵云压根没搭理他 就盯着天空看 怎地不看人家 把我忘了 你个复兴汉 可知我吃了多苦 相公 听说 你有一张很奇异的大功 小老道开了画牢模式 一言一语不带庭 很好的为三个小侍女 秀了一波 和为死皮赖脸 兜兜转转一大圈 就想要控制大功的咒语 为此 脸是可以不要的 比尔 嗯 还是桃花小丫鬟 捂了一下小嘴 差点吐了 想吐就吐呗 看人杏花和菊花 姿势都已摆好 还是赵公子淡定 如若一座雕像 纹丝不带动的 小老道的脸 黑了不少 好歹说句话 别说 赵云真就有回应 但不是回话 而是又把手 伸入了体内 拿出了太语弓 恰巧心灰月光散落 太语弓金光四射 晃得三个小丫鬟 俩眼一抹黑 我 小老道见之 则扭头跑了 人是他带来的 他太知道这把弓的威力了 可他 貌似想多了 赵云没想射他 而是弯弓对准了天 还是金色的长剑 也还是晚弓如满月 今夜的东海仙岛 有些破败 从天去俯瞰 大殿是坍塌的 岛屿也毁了半边 还有树木花草 亭台楼阁 防射拱桥 也是凌乱一片 像是有两尊县 死起白裂的 再次干了一仗 事实上 没人干仗 只不过女王行里行多了 他自不知缘由 倒是糟老头和盗姑 看出些门道 逢他行里 必有恶难 怕不是他被分太高太尊贵了 他没心的密文 怕不是封印 盗姑说道 定是如此 糟老头咳了口血 粘不拉几的 女王就很勤奋了 大半夜不睡觉 在哪收拾花草 他有他的猜测 该是海上浪大 惹出了一个大地震 碰 地震没有 轰声道有一片 船字虚无缥缈 盗姑和糟老头朝天看时 正见天空 炸开一道大裂痕 裂痕之中 有两道狼狈的人影跌出 接老者 一黑一白 浑身上下都是血 大神干账 小心遭殃啊 黑袍老者落下时 没怎么站稳 险些一头栽下虚空 半截身子都炸开了 得亏不是在这片星空熬战 否则 整个星域都会崩塌 白袍老者修为不俗 坠落时 硬生生地站稳了 踩塌了一片空间 哎 两人说话间 都不自觉地朝下看了一眼 这鸟拉屎的地方 竟还有一座仙岛 仙岛中 竟还有有人 修为不咋高 但其中一个女娃 生得倒是标志 这怎么好意思 本章完 越来越来的 外排 前面 合法 但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